周个视频咱来讲讲有关周长的计算 所谓周长就是围绕图形一周的长度 比如有这样一个长方仔长了两个耳朵 那它的周长就是外面这一周的长度 如果是这样一个直角三角形 你能算出周长吗? 周长是外面这一周 也就是这三条边加起来的长度 3加4加5得12厘米 所以它的周长就是12厘米 如果再给你一个同样的直角三角形 把它们三厘米的这条边对齐 就拼出了一个大三角形 它的周长是多少呢? 先标出这个大三角形每边的长度 这条是3 这条最长是5 这条就是4 周长是这一周的长度 即两个5两个4相加 算一算得18厘米 如果把这个三角形翻转过来 就拼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 它的周长就是这四条边加起来的和 还是两个5两个4相加得18厘米 刚才对齐的是3厘米这条边 如果对齐的是14厘米这条边 那也能拼出一个大三角形和一个平行四边形 看这两个图形的周长 都是两个5以及两个3加在一起 算一算得16厘米 如果对齐的是5厘米这条边 就可以拼出这个图形和一个长方形 它们的周长都是两个3两个4加在一起 算一算得14厘米 看来对齐不同的边就能拼出不同的图形 得到的周长也就可能不一样 如果边不对齐呢 比如拼成这样一个图形 周长又该咋算 先标出这个三角形每边的长度 这条边最短是3 这条最长是5 这条是4 再看周长 就是这一周的长度 分别看看每一段的长度吧 这段是5 这段是3 这段是4 这段是5 还剩下这段 发现没 它正好等于这条边减去这条边 即4-3得1厘米 把它们都加起来就是最后答案 算一算得18厘米 所以它的周长是18厘米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键就一点 周长就是围绕图形一周的长度 在计算时 你只要把每一段的长度加起来就行 新的问题来了 这个三角形 它的周长是多少呢